姚不智的衣术无双 当年他还在红妆时 便曾见过他将断骨断筋之人医好 因此是有十分把握 不让一遇受那残障之苦 当然 前提是他能够抓到姚不智 这只四处逃窜的脚狐 你是说你找姚叔来帮我治伤 嗯 胸前的小人沉默了一阵 突然轻声问道 那要是治不好呢 或者说找不到他呢 我以后变成一个瘸子 你会嫌弃吗 在他腰上不轻不重地勒了一下 李泰低头在他耳朵尖上咬了咬 同样轻声道 不会 又是一阵异常的沉默 突然怀里的人轻轻抖了起来 夹着肩膀似乎在忍耐什么 他退开一心 伸手拨开他被头发遮住的脸颊 看清他脸上的表情 微微眯起了眼睛 一欲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 侧转了上半身趴在他胸口 肩膀一抖一抖的 门笑道 傻 傻瓜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没事 那晚在马场 我同你说过一遍 回府我又和你说了一遍 怎么你都没听进去呢 嗯 听见他这明显不悦的鼻音 他还是笑够了才从他怀里抬起头 一双乌溜溜的眼睛亮晶晶地盯着他 笑吟吟地道 别生气 我可是知道了 为什么这么多天 你都从不问我的伤势如何 原来是怕我伤心啊 难怪每回我一提起 都被你绕过去 我知道你是知道的 谁晓得 你会在这上都犯了傻呀 任谁被取笑 脸色都不会好看 一遇没敢再继续逗他 清了清嗓子 就将那碗 他那一刀刺下去的猫腻 讲了出来 人的大腿骨异常坚硬 除非是剧烈的撞击 否则很难锻炼 凭他一个女子的力气 即便是拿那把削铁如泥的小刀 也不可能轻易把腿骨扎穿 因此那时一刀刺下去 他是专门挑了靠近膝盖往上 保持竖直的刺入 选了皮肉最多的角度 一刀没入 喷出那么多血出来 只留了刀饼在外 看着是可不 人很难不当他腿上筋脉断裂 但实际上那小银刀 刀身异常薄软 完全可以避开腿筋 只要他不乱动 不抽刀饼 很大可能避免断腿 大莽山一行 在药骨里他被柳冠打断多处筋骨 养了半年才妥 萧婷的尸门又一偏方密药 名为静血散 可一下之血脉回流 离别前两人互赠 他是得了他几粒药丸 正好那丸让平童找出来用上 接连服用 等到他伤口开始愈合才停药 这便让他腿上血脉不致淤积 于是头晚上李太一才会断他 左腿会残 今日再诊时 察觉他血脉运行顺畅 这才会奇怪 因为长孙熙的缘故 一遇没打算把他腿伤不重的事情 节外生枝 也就没对李太一详细解释 只让他误会变好 谁晓得就连李太也被绕了进去 那一刀若是刺篇该当如何 听着他有些得意的声音 李太冷不丁的一句话 便叫他卡了壳 合着他那一番掩饰 在他耳朵里都是废话 呵呵呵呵 敢笑了两声 一欲转着眼珠子道 你姐放心 我每天换药都会仔细检查 不会出错的 你若不放心 就叫李太一来看看 我一说他便会通晓 说白了 那样干的风险是一半一半 运气好 他这条腿能保住 运气差 那就交代了 可这话自然是不能对李太直说的 不用 没事就好 李太还着他腰腹 眼底闪过无奈 是对于他 偶尔一呼常人的胆大妄为 也是对他 总将自己看得不如别人重要 他很想告诉他 比起让他哀伤那一刀 同长孙府正面对峙 已经显得无关紧要了 可这一刀也让他明白 他怀里这纤细的小女人 是有一份不能容忍践踏的自尊 话都说开 一欲转过了弯 也就想通这一段时间 他对自己密不透风的管束 是从哪儿来了 又是甜蜜 又是后悔昨天同他吵闹 伸手勾住他脖子往下一拉 仰头稳在他清敏的嘴唇上 一清一浅 两道气息胶着 他闭上羞涩的眼睛 只敢动动嘴皮子 摩擦着他异常柔软的嘴唇 却不敢更进一步 即便是这样 四唇交接带来的异常触感 也足够他呼吸不稳的 李泰没动 任由他像只讨好的小动物一样亲近 倒不是他没感觉 相反是因为他这头也会主动 情而易举地撩拨起 他压抑了多日的情欲 只怕一个不小心 便会将他一口吞下去 他这一趟出门 需要一个月才能回来 怎会不想在别前抱他 但是这种情况下欢好 他不能保证不会伤到他 所以他只好忍着性子 动也不动地享受他这甜蜜的折磨 易与并不知道李泰的挣扎 亲了半天见他没有反应 难得主动一回是个这样 不禁让他有些失望 又有点不满 想到他明儿就要出远门 这边张开嘴露出两排细白的牙齿 负气地含住他温热的下唇 咬了下去 缓在腰上的手掌一紧 依旧没有动作 他鼻尖蹭了蹭他的 轻轻哼了一声 便在他呼吸沉下时 不管不顾地伸出了一截粉嫩嫩的小舌头 进他的嘴里 他口中带着茶香 干涩 清淡 他舌尖不经意地扫过他口腔里温热的内壁 便像是在前品一杯好茶 引得他好奇地一再尝试 最终迷失在这种奇特的触碰中 没能察觉到危险 一点一点地把自己送到他嘴边 直到他那摊胃的小舌头 被他又快又稳地捕获 反客为主 嗯 对于一对恋人来说 亲吻通常都是一件很享受的事 气息的交流 温软的触碰 唇齿的相依 最直接了当地尝试彼此的味道 当然 前提是双方的心肺功能都足够强大 不然便会像一遇现在这样 自讨苦吃 送到嘴边的肉 李太一旦忍不住 又怎么会轻易放过 好一阵寒弄顺咬 由他相襟四溢 直到他胸慢气短地去捶他胸口 才转移了阵地 如湿的嘴唇点过他下巴 落在他细小的喉咙上 一只手掌撩开他小衫 钻了进去 一遇半眯的眼睛含着水光 气喘连连 头晕眼花地圈着他脖子 被啃得红艳艳的小嘴开合着 鲜润宛若沾了陆低的海棠花瓣 想要说些什么 舌头却是动一动都疼得他想哭 就这么喘气的功夫 早上才换的青蓝小衫 已被拉开 绣出一株小竹的兜里面 可疑地撑起一团 随着他呼吸鼓动 垂在胸前的红玉坠子滑到一边 白生生养出一圈肉来的小肚皮也露了出来 甜腻的顺咬沿着他喉咙一点点下滑到了胸口 一连串被舔湿的肌肤 因为他低沉的呼吸 窜进一丝丝的凉气 啊 小心 我的腿 一遇只是犹豫了一瞬 却没有像往常那样推举 这些日子他心里都数着 两人新婚过来一个月出头 因为他这腿伤 他是被禁了快有二十天 换在其他身份位高的男人那儿 这几乎是不敢想的 尽管有他那个保证在 但他还是会怕 更何况他将要外出 天知道这男人吃起肉来 尽头是有多大 他又不能盯着 谁能保证他不偷心 颈厚的绳子被解开 胸口一凉 湿漉漉的亲吻附上来 他只低头看了一眼 便羞得撇过头去 任他肆意地把玩胸前的绵软 直到他被撩得两腿微微发抖 异常甜腻地哼拧了一声出来 埋在胸口的脑袋 却突然停下动作 他迷迷糊糊地低头去瞧 正对上他绿的诱人的眼睛 抬头见他朦胧情动的胶态 李太是下了十成一粒 才松了口 而不是任由那只 已经撩开他裙摆的手掌 继续下去 拉好他裙子 合上他小衫 手臂一收 重新将他抱在胸前 李太调整了呼吸 闻着他身上药腥味里 不自觉地散发出来的情香 很是艰难地不再动他 一欲满脸红韵地 枕在他 绷得硬邦邦的胸口 一手揪着小衫 折臂里面的空荡 眼珠子一转 落在他腿窝 鼓胀起的一处 耳朵烧起来 小声道 你没事吧 没事 他嗓音低沉又沙哑 很是磨人耳朵 听得他背脊一麻 又有点酸酸的 他这副模样 到底是不能叫他如何 想必他是憋得慌 却又不敢伤他 这般怜惜 叫他如何不爱 咬了咬肿胀的嘴唇 他心一横 便抖着胳膊 伸出小手来 摸向他那处 只是将将碰到 手指一烫 便被他擒住了腕子 别动 李泰闷声道 若是一欲回头 必能见他脸上 一丝微红 可他这会儿是顶着头皮 硬上 哪敢回头看他扮演 我 我 这话要让他说出口来 却是比较他 主动更难 只当他都丢了脸皮 逢迎他 他却还一副 不愿意的态度 羞到急了 便成脑 他也不吭声 悟得伸出另一只手来 横冲冲地摸了上去 隔着两层衣料 掌心也被烧得厉害 他愣了一下 打了个哆嗦 这才想清楚 自己是在干嘛 慌忙要缩回手 却被他负着掌心 重新按了回去 你什么 李太的声音 贴着他耳膜传来 拨动着他心弦 像是受了某种蛊惑 他心口发颤 同他一道 陷进着难耐的情爱里 不知十九 直至风吹动沙漫 一起一团香迷 帐中浑浊的喘息声 才缓缓静下 又过了一会儿 稀疏的衣料摩擦声之后 床障被撩起 一声让人听着 略是昏沉 懒散的男生 响起 打水了 不仅门外 厚了半嗓的下人应声 便又是一声 女子的闷斥 你自己去 李太偏头看着床里 紧紧闭着眼睛 红着耳朵尖的一欲 眼神微妙 摸了摸他脑袋 起身下床 午膳迟了半个时辰 吃把饭 李太好心情地抱着人到湖边坐了会儿 只是昨天还老想着在外面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的一欲 这会儿只恨不得能钻到床上不见人 头一回两人在一起 是他说一句 他也不见得回应这一句 说开了一欲腿伤的事 李太也不瞒他 就将他那天晚上 便派人盯着马场出现的两个大夫 一直到前些天才不动声色地把人劫走的事 这才叫一欲恍然大悟了 他是知道自己牵制了长孙熙 不能大半吉吉礼 原本还有些疑惑 为何长孙无忌会忌惮这个 原来是这唯一的把柄 被李太捏在了手里 心思活泛 这倒是让他想出了一招反手计 缓过那股子腼腆劲 当天下午便忍不住同李太商量了 由于李太明天一早便要走 下午一欲便让平同、平慧两个去收拾东西 阿生见原本是他该做的事被代劳 也乐得轻松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李太是个极爱干净的人 一欲在询问过他后 让平慧备了七套换洗的衣衫 多是选了深色又透气的布料 中医、靴袜 全是昨日府里内务才送来的崭新物件 配着一应零碎 他特意挑了几套质地好 却不起眼的 李太这次离京许日 皇帝不可能不知道 他不说明白 一欲也大致猜到 这没准就是大叔楼一案时 叫皇帝回心转意 李太做出的交换 想明白这点 他便不当这个轻松的差事 几乎是叫平童 把他在普沙罗城那一年 积攒下来的家底都翻倒了出来 这是首相散 夜里若是外宿 便在门窗处撒上一些 以防消消 这是无忧路 在外膳食经口之前 滴上两滴 若是饭菜里面有毒 便会发红 比银真好用 将阿生叫到跟前 一瓶一瓶地指给他瞧 满满一小匣子药瓶 高矮胖瘦 都在瓶身上糊了签子 这小镇魂丸 还有清热丸 蛆虫丸 各种解毒单 你都识得 若是路上有个头疼脑热的小病 也不要大意 这檀香盒里的金窗 都是上品 我改了方子 若是磕着碰着 用药酒洗了伤口再涂 三个时辰一回 结痂即可停药 这红木盒子里放的是金窗 品质还要好一些 一瓶说得含蓄 眼神时不时飘到屋内头 正在写东西的理态 相信他也有听进去 还有这一瓶 一瓶小心翼翼地 捏着一只细井瓶 递到阿生面前 慎重道 随身放着 筛子拧好 莫要撒了出来 若是遇上厉害的节道人 就将瓶里的药粉 用唾液 催在刀剑上 一点即可 慎用 他没戏说 这瓶毒是有多厉害 但见阿生谨慎地接过 收紧怀中 想必是意会 最后他又拧开了一只 掌心大小的六角银河 露出里面七粒 拇指头粗细 通体血白的药丸 这是内伤药 一次一粒 切记不可托福 内伤药最是难求 即便魏王府 也寻不出 阿生两眼一亮 伸手接过 只是闻了闻气味 便敏锐地察觉到 丹田引有异动 心头暗惊 知这必是什么 天才地宝制的 忍不住好奇道 此药可有名头 一欲摇头 这百回丹 是我自你的方子 外头没见 哪来的名头啊 想一想又补了句 若论造价 这一粒所用的药材 可抵得上 府里一年的收入 你好生收着便是 手一抖 阿生赶忙将那盒子盖上 也同样收进了怀里 冲一欲 咧开一口白牙 王妃放心 属下定当 仔细服侍王爷 不出差错 一欲看向李泰 正对上他 抬头望来的目光 轻笑一声 掩饰心底的担忧 点头道 出门在外 你们自己也能小心 多谢王妃叮嘱 阿生乐呵呵地抱着药匣 去忙别的 这一通准备下来 也到了晚膳时候 吃过饭 洗漱后 屋里的下人都被平桶 撵了出去 只留一欲和李泰两个 躺在床上 倒霉坐旁的逆室 他围在他肩头 说着些琐碎 凭他宽厚的手掌 一下一下 敷着他背脊 直到睡去 第二日 天还未亮 李泰便起身 一欲打着哈欠 侧了身子 屈臂半枕耳侧 眯缝着眼睛 瞧他梳洗更衣 有一搭 没一搭地同他说话 从文学馆 新改的夜宿制 到昆源路 成稿的几卷上头 一些潜词造句的小毛病 什么都讲 就是不谈离别 李泰折着袖口 玉金色的香边 在床边坐下 一欲趴在枕头上 笑呵呵地伸手 去拨了他 干燥又羞长的手指 让他弄不好 袖子上的褶皱 李泰干脆 着住他捣乱的小手 看着他被枕头 压扁走样的小脸上 笑容里藏不住的 一点落寞和不舍 事情办完 我会尽快回来 哦 老师待在府里 嗯 夜里少看些书 好 我走了 松了他手 李泰起身 一欲鼻子一酸 一手赶忙扯住 他衣袖往回来 若是我没受伤 是不是这趟 就同你一起去了 我记得你说过 等大叔楼的案子结了 就带我出去散心呢 是不是 李泰摸摸他毛茸茸的小脑袋 算是默认 这下可是让一欲大为恼火 又在心里给长孙夕记上一笔 把这回两人离别 也算在他头上 你快走吧 我就外头人走了 明知不该谦怒 可还是闷得不想理他 一手捂着眼睛 一手冲他胡乱地挥了挥 见他十小信 李泰眼底有了笑意 心中不舍反被挥散 抓住他乱挥的小手 弯腰在他撅起的小嘴上 啄了一下 轻声道 放心 放心什么 嘴边的温热一离 一欲回过味来 拿下手 连忙扭过头去 却只见他在屏风后的 一闪即逝的背影 想着少说要有十多天 不见他人影 喉咙一干 差点掉下泪来 猛吸了几口气 才止住泪线 又在床上 干躺了一刻半刻的功夫 约摸着李泰是出门走吧 才扬声道 平童 去把刘总管和孙总管都找来 一直守在门外 他的平童高高应了一声 冲平慧使了眼色 叫他进去陪着 亲自去寻人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